《吉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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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可以去书上 很多书上都有 都有经典里面讲得很清楚 出地正道撒拉 这个概念很清楚 《吉地菩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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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是有一个正量上的差别 正量上 比如同一句话 比如释迦牟尼佛说 我们本来都是佛 这句话从佛嘴里说出 十地菩萨 九地 八地 五地 每一位菩萨都可能说同一句话 但是正入的境界不同 它的自在程度也不同 神通境界 神通也不同 正量指的是它的能力 它能安住的能力有多大 自在的能力有多大 现在我们说一点不自在 我们也知道世大皆空 但是我们什么也空不掉 但是人家有能力空掉 那就是果位上的菩萨 就正果了 果位上的正量 正量指的是力量能力 还有功德 就是能 功德是什么 他能够 除了他自己 能够达到那种力量 他还有力量给予别人 这就是功德 就是他能够让你安下心的 不是只让自己安心 就是他能给予施舍嘛 这就是 比如说你看到 观世音菩萨说有无谓死 不死里边有无谓死 就是说他能让你不恐惧 就失无谓啊 是为什么那个来自功德 就功德是一种力量 那我们要多做功德 嗯 那我们要多做功德 是的 放下自我是最大的 要多做 是把你的太精神美气球率 努力地把它调伏下来 降伏其心嘛 经纲经一开始不是说 怎样降伏其心嘛 就是啊 要不着相啊 不是说你跟他 靠和靠和靠和 他起来你压住压住 这会憋出毛病来啊 要按佛的正直界来降伏自心 就是说你要了知佛才不断地说什么 你了知了佛 告诉你的道理以后你就降伏了 就是知患即灵嘛 就是当你知道这个东西是幻境的时候 你就离开他了 是你一直不知道 他是幻境的 其实你说 哎呀佛说了 这就是幻境 我不理他了 不理他不代表你 真的到幻境了 心里边牵挂着呢 那天我把他当成幻境 不理他了 他还在呢 他一直也没有幻境 你只是不理他了 或者是我放下他了 放下他还是个东西 你只是跟你没关系了 但是人家还是个东西 你根本就没穿越他 就是没有看到他的虚妄的一面 只是或者无所谓 无所谓他也是个东西 是吧 只是你无所谓了 那个看空还是俩嘛 只是这个无所谓了 这个又有所谓了 又拿起这个了 又又开始影响你了 是吧 所以要修 要坚持修修 才能达到那个力量 所以那些阿罗汉弟子 他有果位上曾经嘛 佛一说怎么 他马上就正道 因为他马上就能做到 我们是些说 说道理说说 说完了 哦是这样 回家慢慢做 然后需要很长时间 才能做到那一点 就力量不够 嗯 就像我们被刀割了一下手 你说空的 身体是空的 你痛 痛觉始终在影响着你 你始终 是 你空不了觉嘛 所以地狱道众生很苦 他没办法修行 就是 他太 就是这都是极端的苦行了 到地狱道 你完全在痛苦里边 痛太痛了 你是没有办法去修行的 你提不起正念来 就是痛 你能说空 你连空的插那念头 都生不起来了 他就是痛 是不是 这都是极端的了 因为一般我们不会经常被刀割的 但是我们还是痛 就是一般这些 别人说你一句话了 一些伤害了 心理上的 就是别人给你一些 不忠忠了 或者是瞧不起了 或者背叛了 或者是欺骗了 你都心痛 你都痛得缓不过气了 何况 还就像人家抓住 是被国民党抓捕了 每天殴打你 每天虐待你 那些根本你就逃不出来 那些你连修行的力量也没有 就是你维持呼吸你就够了 你还能修行吗 但是修行可以 修到无用监控的时候 可以绝受空调 就是他的 其实在生理上 神经系统不起作用 就要转化完了 就神经系统转化完以后呢 他可以不痛 所以你看那些秘中的打死 他给你视线神迹的时候 神通的时候 他给国王赚了表演 他把自己四肢拿刀割下来 又找回去 那就叫神 那已经到了神变的程度了 就是他可以达到那样的自在 身心完全自在 就是正得暴胜成就 就是身体完全转化成光化了 我们达不到 一般修行都是说 心性上解脱了 但生理上还是说 绝授他还有 就是这样 几匹棉花 比如说 有多少匹棉花 多少匹棉花来寄 这个也是 就是真的吗 是的 是真的 这个也是跟他的 跟基地也是有关系 这个不是基地 如果基地的话 你就 你要只要登地的话 如果你哪怕是出地 你就是九匹棉花了 他是因为极乐世界是代业往生的 因为其实他那个功德世界 一般如果你不要不靠 是阿弥陀佛的力量接引的话 你是没有能力去的 因为我们都还有夜报嘛 你只是因为信 信才去 信就可以去 他不是说你修到那个能力去了 你还达不到 你自己往生还达不到 所以你要记住阿弥陀佛的名号 他一定说你要持诵 在心里记住这个名号 就等于是个密码或者是个条件 你要记住不断的去持诵 而且在中医境界的时候 也不要忘食这句名号 那么你就可以借助阿弥陀佛的力量接引你 但是你自己是有夜报 你那个时候夜里你没有清净啊 根据你的夜里的清净 就是有的人 他的夜里还是蛮重的 就是你会看到他 他你那个 比如说我 我有一个形象来比喻 比如说我们中医境界的时候 身体会出现一个像球一样的东西 那就把它叫灵魂也罢 就像个模拟桌也罢 这个球一样的 其实它是中空的 很轻的 就像一个气泡 就像个肥皂泡一样的 它可以大到没有形 也可以说回来就像个球 但是你会发现 夜里重的人这个球上很脏 而且是黑的 有的是黑的 夜里越轻的人 这个球就放光啊 而且就像模拟桌 还光芒四射 而且这组一定是就是 已经快成熟了 然后接银的话呢 它一般接银是 就像有一个莲花 就把这个球就拖住 就包住 这组球 这组全身放光了 你看这个球已经放光 光芒四射的 然后人家九瓶莲花过来 直接就拖回去了 根本就不用包了 人家直接就接佛了 九瓶 但是我们这个就是 黑黑的这个 上面浓血不尽的这个球 然后莲花就会喝回来 就把你包住了 包住过那边 然后呢 你会在那个莲花池中啊 就是在这个 等于是投胎过了 极乐世界 等于是投胎啊 投胎 你只不过是莲花生 你将来出生 是从莲花里面敲出来的 然后呢 它在这莲花里 就像我们在母亲子宫里 做梦啊 就是你会梦到你在娑婆世界 很多事情 根据你夜里的轻重 你梦的那个境界也不同 有的人会做噩梦的 因为他夜里很重嘛 他就在这个花苞里做噩梦 然后他也会梦到 就是就像我们现在 很烦啊 或者什么被狗追啊 狼追啊 或者是被妈妈妈妈妈妈 等等很多的 然后一直到这个净化 因为你你那个莲花 莲花在那个底下那个水啊 跟我们现在的水不要 它是叫功德水 八功德池嘛 阿弥陀佛的功德化泄的水 它会不断的净化 这个水净化你这个球上的灵魂里边的 内在的 心性上的 清洗你的心性上的 能够 其实这个代表我们的心性嘛 然后清洗清洗清洗 一直到净化 花开结果 可能有的人需要四十九天 有的人需要更长久一点的 然后才那个花才开 然后等于你就从花里边生出来 这个时候你就看到了阿弥陀佛的两位菩萨 看到了很多的佛菩萨 然后在那讲法 然后你就可以闻法 而且你同时具备五个神通 就是等于是你往生到极乐世界 在那儿投胎 都会掉以后 嗯 然后呢很多人会自愿返回来 当他闻法领悟开会以后 又有他有神通 像我们现在这么努力地修了 他天生就有神通 所以他 他有天野头和看到其他世界众生 还有跟他有缘众生的苦难 所以很多人会翻回来去救度 因为他比如说 会看到自己上一世的孩子 在哪个恶鬼道 或者哪一道或者等等 然后他因为有神通 他能神通看 但是他就跑回来去救 他就会穿越时空 对他来说就是时空的穿越 他就会救 但是他回来以后 因为他的震量不够的时候 有时候会迷失 还会迷失 但是他醒来就快一点 快一点 而且再往再去就很快 再去就快一点 其实这个整个过程是 对一个往生到西方极乐世界的人来说 是很真实的一个梦境 很真实的环境 就像我们现在坐在娑婆一样的 这样真实 因为我们这也是环境 但是我们觉得很真实 那如果这样说他那只以中国人或印度人有信仰佛家的才有 那如果是西方人可以通过 是的 是这样的 如果你不相信阿弥陀佛 你是没有资格去哪儿的 他有其他地方去吗 有其他圣人的境界可以去吗 像你相信你 阿弥陀佛只接引念受他名号的人 持送他的名号 还有 当然说还有一些 也许不持送他的名号 但是在佛法的佛弟子 在果位上 比如阿罗汉果 菩萨登地菩萨 他们可能在以前是从来不念阿弥陀佛 但是他是果位上的 他临终的时候 他只要发一个念 说我要去极乐世界自己就去了 他都不需要接 可以有能力自己来回的 那是他的神通了 就我们没有果位的才需要接语 才需要佛里接语 那么你听过闻过佛号里都很难咯 是的 你没有 如果你在中央没有听闻过阿弥陀佛的名号 你不去持送他的名号 你基本上很难去 就是这样 最多就是去他信仰的名号 不 你如果没有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就算是你 你又没有果位 你又没有正德 那么就算是你心里边有一念 也比较难 或者是你那一念 你心里其实有一念想去的话 你会想起阿弥陀佛的名号 是如果是根本就对佛无缘 跟这个净土无缘的人 就没有这个名号 也没有想过阿弥陀佛的话 他会凭借他的三位因果 来在六道轮回 他马上快就轮回了 就六道嘛 是的 那要是他信耶稣基督 特别信 那是耶稣基督的事了 那耶稣基督会救度他 他去到他的国土 国土他的天国 那是尼玛森 那阿弥陀佛是另外的世界 国土 是的 很少 其实闻到真正的清闻到佛法 而且证物 而且修行 而且瓦身 人是很少的 全世界才七十亿人口 其实七十亿人口里边 能够清闻到真法 而且修行文法的人很少 最少数 所以不要认为你是 哎呀 我是原来这么少里边的一个 好像觉得自己 不应该我这么笨 他们没闻到 不可能吧 是 就是他们没听到 我告诉你 没有闻到 对 是这样的 所以 所以有时候 有时候 我会庆幸说 哇 福报真大 因为很多人在轮回 就是看上去他很聪明 但是他真的是 没那个福报 他真的一直在轮回 一直在六道里边 聪明的轮回 真的是 我们傻就死 傻就借住点力量去吧 反正我们觉得自己无奈 哎呀 念阿弥陀佛的名号 让他接我们吧 就这样了 你知道这是善报吗 这是很大的福报 就是你跟佛就是 就是跟佛有缘吗 有缘 佛有缘很深的 才会在末法时代 醒醒啊 尤其在末法时代 就是说 那是你福报的实现 很难的 一转身就错过 这个世界 因为你就活几十年嘛 跟很多 跟佛法也是一转 一叉见就过 一叉见就过 你不会有时候 我们很难珍惜一些东西 对 我这次过年回去跟我妈 带了一个念佛经 那是很大的功德 那是很大的效啊 因为兴许她不会听 她不会重视 但是你可能在中医经济 她有这一句佛号提来 她就读了 这是保证你的 你放在身上听 让她记住那声佛号 让她念 断着念 嗯 嗯 有我好多人说 你说你当下忌空 其实佛无处不在 那你还有个心方 你当下的那 我说的是 时空里边的事 你在幻境里边的事 嗯 但是你在时空 其实当你明天成佛了以后 你也不可能在时空之外 再有一个净土 嗯 你一直在时空 佛如来也在时空里 时空本来虚妄 嗯 只是你知道虚妄 你知道一切都是化间 你在时空里 不找时空的下而已 嗯 但是其他人 众生是在也在时空里 佛的就是同样在时空里 嗯 众生执着佛不执着 只是如此而已 嗯 包括阿罗汉的境界 都是一个化成 嗯 何况众生的境界 我们的烦恼境界 我们这些的境界 都是都是化成 你说的是第一 第一理论 但真正正如 不是做时空之外 你又有一个佛果 是超越时空的 你还在时空里 有时间的空间 你就有幻境 就有化成 你的头脑 不会逃越时空 如果你的头 头脑里边没有时间 你会存在吗 你生都不会生 没有时间 你什么时候出生 什么时候死亡 你是按这个来定义你的吗 那些概念 那些名向 你负责你在哪里 如果没有时间空间 你在哪里 告诉我 没有空间 你不在珠海 没有空间啊 空间 你连地球都不存在 没有空间 没有时间 你都不知道过去未来 你都不存在 谈什么 我们根本就没办法 谈任何事情 谈什么西方 极乐世界 说破世界 是因为众生被死空所控 所以我们抬种种幻境 告诉你 放下 你不要执着 你就可以看到 时空的虚幻 看到这些幻境 你要执着 你就看不到 执着它就真实不虚 娑婆世界 极乐世界都是幻境 没问题 但是 选择去极乐世界 那个幻境里面 生活 就是这样 因为 那儿更容易成道 就是这样 但是有的人说 我就留在娑婆世界 我不去移民 我留在娑婆世界 要发行普度众生 很好啊 但是如果你有能力的话 如果你的能力不够的话 去那儿学习一下 再回来也是可以的 哈哈哈 词以外 作曲予快些 这段王大师 今晚面 dump 响 hast 好 砌 杀 感谢观看